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把鹅给喂喂 你看这个鹅嗷嗷叫 我去给它整点凉 先给它来点玉米粒 先两勺玉米粒打底 然后再给它整两勺卖粟子 去去去 去去去 来院子里边粘点茄子 一会做点饭吃 这茄子长可厚了 应该拿一个剪刀 要不然那个茄子容易扎手 这辣椒长得也特别好 辣椒 摘着辣椒 行行行行 多放点辣椒 啊辣椒再多点呗 你看这辣椒够了 放不了那么多 行行 摘了一把辣椒 然后摘几个茄子 拿着 一二三 一二三 走起 里边反潮是吧 嗯 小鸡已经做上了 你放油了吗 干扁啊 放油了 油感觉放的不多 这个就是猫茄子 茄子 酱酱茄子 先把这个茄子就是 撕成半 然后放到锅里边炒 这个菜必须用大锅炒 别的锅出来这个味 是不是 电锅根本都做不行 哎 你能由于看的像一整根茄子 都放里边 这个 就这样的 炖吧 搁里边 对 这样的茄子好吃 整个的 你要是切的太碎了 不好吃 没有那个味 就是炖茄子 就必须的 就整个的往那边放 那个是整个的老鸡 看到没 整个的 不是整个的 都是半个的 再来点酱 其实这个 酱茄子放东北大酱的 但是那个咱家自己的酱呢 就在山上 所以我们就放了这个酱 改良过的酱 手撕茄子 加完酱之后呢 再放点水 就开始炖了 这样就可以炖了 炖烂火就可以了 再把切好的这个辣椒脆到里边 就是可出味了 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酱茄子 就是在出锅之前呢 会在这里边撕点葱 垫一下 然后把这个茄子呢 给盛到里边 这样的话会更入味 会有这个葱的味 然后里边还有辣椒 还有整个茄子 这没少做下去了 多 本来就整六根 你还整了 十根了快 淡不淡点 哎呦尝一下 你尝一下吧 蛋的话放点盐 就这样快点汤 然后再整点酱茄子 然后再整点辣椒 就搅拨搅拨 可下饭 嗯